关于知足安乐 这一段经文 我们刚刚带着大家看过了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归纳 也就是说 要获得解脱 要从自我中心的执着烦恼中 解脱出来的话 那就必须离遇 对不对 离开 由自我中心的执着所产生的欲望 因为自我中心的执着很抽象的 你要怎样叫做离开自我中心的执着 获得解脱自在呢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种 欲望 追求 和具体的行为表现中 去下手 这样才有一个着力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想要解脱必须离遇 那要离遇之前 一下子叫我们就整个彻底 离遇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要先练习扫遇 对不对 那但是扫遇 又刚刚有讲了 有很多问题 我们根本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贪遇 对不对 所以就要再进一步 这不叫进一步 应该叫做退一步 知足 练习知足 这个着力点就更明确了 对不对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好也好 不好也好 就是知足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 用功的方法 这个次第 就慢慢的 越来越贴近我们 我们就真的可以用功了 对不对 要不然 佛法就只是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美丽的口号 那就太可惜了 明明 佛法讲得这么明白 修行的次第这么清楚 但是我们掌握不到他 所以 知足 是一个 可以着力的 用功点 那 要怎样练习知足呢 我们看看师父在106页倒数第二行 对我们的说明 106页倒数第二行 一般人 很难确定 什么叫够 什么叫不够 什么叫满足 什么叫不满足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的实情嘛 好 然后 好 这个大家回去 可以慢慢看 那 到107页的倒数第五行 哦 师父怎么讲 我们必须实时观想自己 什么 有也足 无也足 多也足 少也足 好也满足 不好也满足 就是这是一种什么 内心自求安乐 稳定 自在的最好方法 好 是这样子哦 不管 我们遇到的境界 状态是什么 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这样很好 对不对 太好了 很满足 很满意 实时这样练习 其实真正能够做到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说 有也足 无也足 多也足 少也足 有无多少好坏 其实都是因缘所生的 这个才是佛法的根本之见 佛法正见的核心 在学佛五讲里边 大家有没有学过啊 佛法正见的核心是什么 缘起论嘛 佛法对这个世间最重要的贡献 而到目前为止 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哲学 都没有谈的 就是缘起 无我 就是因缘所生 任何存在的事物 以及现前的境界 都是因缘所生 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所以 这些现象 这些境界 也没有永恒不变性 那大家想想看 既然 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 靠我自己的力量 去控制它 去主宰它 所以当它这样呈现的时候 呈现我们喜欢也好 我们不喜欢也好 它都是因缘所生啊 我没有办法 对哦 都忘了跟你们讲 你们的电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在这里 电话铃响跟讲电话 会跟世界上很多人分享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的那个录音跟录音 刮上YouTube 所以有时候听到一半 会听到有人在讲电话 因为你的那个会被录进去 所以下一次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讲话内容 不太适合跟人家分享的话 这个是要留意的 所以刚刚已经讲到 有无好坏多少 是因缘所生啊 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没有办法 有我们独立去掌控它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有什么好 会这样的现象 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呢 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 所以要随缘自在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才是符合自然法则 因缘是自然法则 不是佛陀规定的 那是佛陀把这个世间存在的 自然法则告诉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活的跟这个自然法则相应的话 我们就会随处都自在暗示 你就不会有多余的烦恼 我们现在的麻烦是 我们偏不要 对不对 偏要从自我出发 想要去掌控 想要去改变 想要去主宰它 事实呢 当人类的科技文明 发展着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人定圣天的这个 人类的自信 现在面对的又是什么 对不对 自然法则在告诉我们说 事实不是这样 那从大的环境来讲是这样 从我们小的身心来讲 也仍然是这样啊 是不是 我们仔细想啊 不管我们想要控制的是什么 学佛这么好 当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来学佛的这种 变成我们的执着跟欲望的时候 那也是为自己带来痛苦啊 不是吗 我们是 是不是这样子 哇 生机会不小孩要不要继续啊 没关系 所以接着师父总是很有智慧 他接着就为我们分析 知足跟进取之间 那是不是 那如果照刚刚这样说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对不对 今天早上我搭国光号 有一个菩萨坐在我旁边 非常委婉的跟我说 法师 但是我们啊 参加活动的人减少了 我们的募款也减少了 他忧心忡忡 我说 哦 没关系啊 钱少 人少 事情就做少一点